当时刚上班到公司坐下突然发现外面的天黑的像世界末日一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4月14日 2024北京半城马拉松比赛 起点为天安门广场 终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场 赛事设置难 女扮成马拉松项目 共2万人参赛 冠军可获人民币4万元奖金 全国记录保持者和解 以一小时03分44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但此次马拉松比赛引来极大争议 三名非洲选手在比赛中 疑似互送和解 不断向其招手 在最后100米冲刺阶段 三名非洲选手一次减速 放软手脚 棒在和解旁边跑 视频显示 其中一名非洲选手 得征贯对手和解 指着终点方向 另一人则直接招手 让和解到左侧位置 以便更加方便地 第一个冲过终点 随后还伸手拦住非洲队友 示意让和解先跑 护送和解 首先过终点的让赛 情况明显 参赛的网友看过部分冲刺视频后 在社交媒体表示 由四人的不频来看 三名非洲跑手 林伟是明显流利 完全不想夺冠 而身在其中的和解 不可能感受不到受让 三名被指保送 和解冲线的非洲跑手 分别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 三人成绩均为一小时3分45秒 紧落后和解一秒 夺得第二 三级四名 该比赛结果引发全网质疑 中共官媒 环球时报 前主编胡锡进也发博文质疑 很多人怀疑 三名非洲运动员在给和解半跑 并质疑他们有意让和解夺冠 老胡个人认为这一质疑是成立的 北京半马的主办单位 北京体育局表示 已经收到相关反馈 强烈希望该局开展调查 并给公众一个严肃的解释 有品牌是这场半马赛的赞助方之一 和解又是该品牌的代言人之一 和解与三位外籍运动员 均穿着该品牌参赛服和跑鞋 这没问题 但是他们疑似协同 创造了一个比赛的结果 而不是权力竞争 人们质疑 这有被体育的应有精神 这件事的影响 已经超出了这场半马赛本身 爱隆国际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 哎呦 嗯 小宝 嗯嗯 哎呦 差不多溜了 啊 是啦 羊肉粗了 嗯 我四十多都买了 羊肉 插的花蛋插的了 哎 我们说没事 出门 哇 太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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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 啊 现在大概有两三万的 两万多人 那也走不了啊 那我们怎么变呀 我咋的我这么久 哈哈 四月十三日下午 这江周山普陀山景区 约三万名游客滞留在码头 拥挤不堪 险些发生踩踏事件 有人被挤到不能呼吸 还有人晕倒 网传视频显示 十三日下午 也为大雾天气 接在游客的渡轮停航 大量离岛游客滞留在码头 现场拥挤到无法呼吸 有人差点被挤哭了 甚至有人晕倒 画面中 现场人群密密麻麻 有人被挤到翻越围栏 还有人大喊开门上厕所 码头上有许多警察在指手 一位亲历者说 现场大约两三万人 被困了近两小时 有视频显示 被困的游客像逃命一样 涌入码头站内 跑向渡轮 普陀山数万游客滞留事件 引起关注 亲历者Mainstar在社交媒体上 批评普陀山景区管理不善 上万人就硬生生全都站在那等着 景区没有应急疏散通知 也没有人员合理安置 后来可以进去的时候 又只开放一个通道 所有人都往那个地方急 外面都挤成肉饼了 景区公安却在里面很宽松的地方 站着看着 这就是这里的管理 为什么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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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